打了不好了 出大声了 大人快来呀 事业被谋杀了 这屋子这么乱 明显有打斗的痕迹 空空的荷包在死者身边 说明这是入室抢劫 而这刀子并没有开刃 怎么解释上面的血呢 血液还有温度 为什么会有一股淡淡的 牡丹花香的味道 而这乾五 指的是钱挂里的 第五窑的窑词 九五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原来凶手是唐飞龙啊 好了 这位死者 不是 这位装死的傻子 你可以起来了 假的就是假的 一下子就会被拆穿 不是拆不拆穿的事情 你既然在装死 连呼吸都没有屏住 那胸脯上上下下的 都快把那文案吹飞了 色鬼 本县衙不是你玩闹的地方 你到底想要怎样 我就是想试试你的快能力 那你试出来了吗 这躺的是我 要是你的心上人的话 你早就昏过去了 哪还有时间看别人的 胸脯 我的心上人 会这么的愚昧无知吗 这就要说到性格迥异呢 反而更加容易互相吸引 是不是特别刺激 佟龄这个地界 数十年来没有发生过 一起凶杀案 如果你是寻刺激而来的 那你找错地方了 试用期还有一日 三百户你查完了吗 试用 大人 我 我这 我我 我就休息了一下 我下午就去了 小肉 走啦 这个唐妃龙分析案情还一套一套 正好又写到二本子里 试业 你看啊 咱们唐大人一看就是不好惹得准 是吧 你这个姑娘家家了 何必跟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待在一块儿呢 你不知道吧 咱们县衙呀 连女子用的鼓鼓轮回之所都没用 什么 毛坑 那休一个呗 多大点事 也是 你等等我 师爷 来 来来 怎么了 这说来真是可怜啊 这白家夫人的丈夫上个月得多重病 这家里为了给她丈夫治病啊 起了一屁股债 就在昨日 她的丈夫前脚刚走 这不 后脚要账的就来了 那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可不是 孤儿寡母的 这要债的人啊 今日还要将她女儿带去抵债 这么过分 没天哪 师爷 这种黑之黑的事 咱最好还是别管 我今天管定了 姑娘 别想不开啊 姑娘 你别拦着我们娘俩了 我女儿宁死 也不去天香楼为妻 你刚说天香楼 天香楼不是同龄最好的酒楼吗 你是 我是同龄县的新师爷 谭林医 我娘为了给爹治病 听了天香楼伙计的魂话 下天香楼借了五两银子 利果利到今日 争了二十两 这白纸黑字的 怕也是躲不掉了 不过大娘 欠别人钱赚回来还给他们就行了 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我们还了呀 我们不是赖账的人 师爷不知道 那二十两我们明明还上了 可收据上的印账 不知为何消失无踪 眼下他们不认账 废说我们没还 小安 我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收据吗 这上面确实没张啊 你们是不是记错了 不可能 我们的每一个铜钱 都是我们从牙缝里面 省出来的 整整二十两银子呀 都够天之亮间 无子和无目亮天的了 我们怎么可能记错 这不 他们昨天刚刚说 我没还上他的银子 今天就要来抢我的女儿 好奇怪 这就算欠别人银两 也应该来你家里 先把贵重物品抢走 我知道了 这肯定是个圈套 他们早就看中你了 臭婆娘 到底好了没有 让我们等这么久 我们梳洗一番 马上就来 您怎么要就哪要 这 Bro 这里拿人压着 这不就是 小女子已跟母亲告别 可以走了 还挺听话 走 快走 我去把捷锅一锅端了